掉来了,火也抓完了,没有用 杯水撤心,没有用 所以说,吸气,我们所说的是 胸腹式的呼吸,不是胸加腹 而是把胸的下方,腹的上方 在腰的周围,这就叫胸腹式的呼吸 在胸和腹之间,不在高雄也不在台北 在台中,在这一块 腰的周围,所以叫胸腹式的混合呼吸 或者叫联合呼吸 外国人不懂丹田,他不懂中医就不懂丹田 他们也不太练武术,他们练的是散打和台拳道 所以中国人练武术,蹲马步就是丹田 是不是啊,中医,肚膝下三指 就叫丹田,至少有丹田这两个字眼 国外人不知道丹田,就知道叫胸腹式的呼吸 在这里,所以吸气的时候就这样 直接吸到油香和瓦斯土 这个地方在这,这个地方是什么 人的生命都以为是心脏 是大脑,是肺 错了,人的生命是横隔膜 如果没有横隔膜 就不会呼吸 是不是没有呼吸迹象就没有生命迹象 大家是不是这样子啊 没有呼吸,大脑也死了 心也不跳了 所以没有横隔膜就没有人类 就这么小小的像吹鼻子这个磨一样 就在这里,从心口窝一直到这里 像山东人天的煎饼一样 长长长的圆圆的,圆圆的一个锅盖 整个过得这样,把我们的心脏 把我们的韧体分成了上下两端 绝对是不透风 就像打气管的蹦鼓一样 是不能透气的 一透气,气就没往打到我们的轮胎了 横隔膜下降 横隔膜平常想倒扣的脸盆 吸气的时候说 为什么不能往下吸气呢 下边是,左边是尾,右边是肝 再下边是大肠小肠膀 往下压是没有前途的,压缩不了 怎么办,后外这个地方 有个空缩,在肾脏呆的地方 背直肌的侧面 有一个空缩,就是横隔膜 可以下降的地方 所以我们气息在后边,在背后 所以我们的呼吸方法叫 背式呼吸,或者叫横隔膜的呼吸法 这就避开了很敏感的字眼 到底是胸视还是腐视 前边完全不会有关 唱歌的时候前边是松的 后边是紧的 上面是松的 下面是紧的 记清楚 既然前边是松的 前面他们都有参与 比如下巴 比如舌头 你们咬字都是下巴紧舌头紧 比如猴头,也是松的 猴头松 舌头松 下巴松 这三个松要记清楚 永远记着 这三个松要搞清楚 猴头松怎么知道 气泡音 声带的按摩吸头气 正地的背 姐姐来一个声音 这是声带按摩 受伤了 扭到了 脚排骨 脚排骨 大腿 胳膊 去揉一揉 这叫按摩 声带按摩 只要闲着 等大巴 等节育 只要你醒来不舒服的时候 最近的天气 冷热 冷热无常 容易感冒 感冒都是上呼吸道 先是烟布 这个地方就可以 把你的烟布 锻炼得非常的健康 我们也是人 我们也生活在这个环境中 也有很不舒服的时候 一有问题就 或者练狗船系 这是火星塞 在肚脐的周围 是一个德国的火星塞 是一个日本的火星塞 可以用三万公里的温换 火星塞绝对不是发动机 我们的发动机在这里 上千万的车 保时捷 法拉利 兰宝坚尼 它的发动机都在后边 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引擎盖 那个不是引擎 当打开行李箱的时候 才是引擎在后边 后轮驱动 是最有力量的 如果在东北的冰雪路面 一上坡的时候 如果是前轮 就会打发 就溜下去 所以在大陆很少去挽日本车 因为他们都是前轮驱动 一上坡的时候 又是冰雪路面 就可以打发 重心在后边的时候 所以你就记得 千万的跑车 它的发动机在后边 是极端科学的 丹田在后边记清楚 丹田就是我们升约的发动机 3600cc 5000 6000cc的车 微12缸 微8缸 这种 绝对不是摩托车 单缸 嘟嘟嘟嘟嘟那种声音 我们的发动机是七个 腹胸背腰肩颈臀 一定要懂得丹田就是我们的发动机 我们的大丹田就是腹胸背腰肩颈臀 再说一遍 新同学不知道 七个 七缸的发动机 就是我们升约的发动机 有 一拜七 腹 大家带手势的 一拜七 腹 胸 背腰 肩 颈臀 臀 练武术的人一定会蹲马步 就是臀是人最有力量的地方 肩膀可以挑超过我们体重的水 过去没有挑自来水的时候 都是挑着水去吃 挑着井水 井 西班牙的斗牛市 包括我们的美式的橄榄球 都是脖子这样顶着对方 一码一码地往前走 脖子不要小看了 到了云南 到了西藏 他们都是山路 他们背的 背楼不是在肩膀上背 它是这么宽的袋子 在头上这样背一个 下次对 超过自己的体重 像个小女孩 像个男生 背的东西都可以背个小羊羔 背个小野猪 都可以下来 你就知道这脖子的力量有多大 不要小看这个井 这个井对我们来说 从外面叫井 在这边就厉害了 叫烟 我们唱歌要用烟音 意大利的美声唱话就有烟 这个烟 脖子和下巴连的地方 叫豪烟腔 记清楚了 下次要再比 豪烟腔 我们的烟腔有三个部位 三节天线 一到山里收拾不好 怎么办 钓鱼钓不到怎么办 换长的鱼竿 天线 鱼竿 别人钓不到 我们就能钓出来这么大的鱼 脖子和肩膀连着的地方叫猴烟腔 下巴到鼻子下面这个地方叫口烟腔 这是第二节天线 从鼻子的这边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眉骨 到这眉宇之间的地方 这就叫鼻烟腔 口烟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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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京剧 我们的歌仔戏 和意大利的美中唱法 差了两个喇叭 一个是胸腔的无名 我们的歌仔戏 我们京剧唱的是又干又白又点 是用了头腔和鼻腔了 它没有考虑的低音的这个 对通音 低音的喇叭没有用 烟音是中音的喇叭有没有用 光用高音喇叭 这个音响会好听吗 噪音了 听烦了 老听响喇叭 一个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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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听烦了 前两分钟还蛮热闹 后两分就觉着 哇 大脑皮孙都受不了了 耳膜也都没了 知道的 一定要衡量一个人的声音 不能老追 他能唱几个八度 这才好 你不能老追他唱多高 下边一点都没有 是不道理 我们从开始量尺子从零到一米 你从这开始就叫一米 这叫两米 那不对了 要从一米开始量 从第一开始要唱 才叫音域 是不道理 从这个河道这边 这是台北市 这个台北县 你倒有一个分水岭 低音区 中音区和高音区 是不是 美声唱法就是分声部 你是南高音还是女高音 是南中音还是女中音 次高音 还是花枪女高音 还是戏剧女高音 还是抒情女高音 都这样分 你是摩托车 吉普车 还是房车 还是修理车 要搞清楚嘛 是不道理 你都不知道 反正我是男生赌唱 什么叫男生 男生一定要分这些 男高音 男高音 还要分一个戏剧的男高音 为什么我们说三大闹给男高音呢 他们就叫戏剧男高音 是很大号的 哦 这个声 还有抒情呢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很单薄的 但是很甜美的 叫抒情的男高音 还有次高音 中音 低音 分这么多 这是意大利 要分声部 而且要低音 中音和高音 要统一 不能唱高音 就不是你的声音了 唱歌有一个洪凉的方法 就是你怎么说话的声音 你唱歌就要唱出你说话的声音 这才是你真正的声音 如果你唱歌和你说话完全不一样 那就是假的了 不是车的认证 就是你认证 就不是你的声音 所以我们要衡量你是男中颜 一个是他的换音区 换音点 在什么时候唱杂道 我就知道你到底是一个 跑车呢 还是吉普车 是换声点 再加上你说话的声音 就是你真正的 基本上的音声 不要加任何伪装 18岁就是18岁 48岁就是48岁 你再去拉皮 再去修眉毛 还是48岁 有些地方你就藏不了假 你是南高音 你就不能按 南高音唱 就很累 是不是啊 所以说 非常 一个人 一定要有老师教声乐 才能达到 登峰造极 才能真正的敲开了 艺术殿堂 我们今天就是 敲开艺术殿堂那块砖头 那个门有这么厚 就像我们故宫的门一样 这么厚的木头 你拿手敲 手指头敲 再红再肿 别人听到 一定要拿一个棒子 要个砖头去敲 里面才能说 把门开开 你才能进到艺术殿堂 你才知道 叶明珠长什么样 你才知道 三克拉的钻戒 十克拉钻戒 有多么大 所以说今天 进到这里面 再一次的忏悲一下 感谢陈建茨老师 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四次到文山运动中心去请我 也不是我了不起 一直在台打起 对不对 一个招生的问题 教室的问题 这点真的 你们今天都坐到这里 就能够吃到点滴之恩 点滴之恩 滴水之恩 这个挖井的人 就是这个陈建茨 然后我们今天会想读一下 第一期已经称完了 苦冲到一期 第二期 万事开头的 今天还有这么些评价 听我这一期话 不说等三年书也可以 比如十年书 至少要跟我学个三年 我认为大哥才能独立放行 如果一期两期都消失的人 不可能到艺术生殿去 因为你还没有把你的 违章建筑拆掉 地基还没打好 你怎么去盖神经铁皮屋 什么都不行 铁皮屋海市渗柔 风一刮就倒了 我们要盖的是101大楼 我们今天知道了 怎么正确发音方法 你要给别人 任何人说 今天打开收听机 打开电视机 听到的全都是错误的声音 错误的 包括节目主持人 包括报个气象 天气预报 都没有我这种声音 我的声音是正确的 我现在在这里 说话两个小时 不用任何麦克风 不喝一滴水 不上洗手间 我可以说两个小时 不可以有任何傻哑的声音 因为我不用嗓子说话 我用力气去做声音 我是吸着说话 你听我讲话吗 是不是 我是吸着 你能看到我的筋吗 你能看到我的静脉吗 我不行 你看到任何人 是静脉鞋板碰张的人 都是在用嗓子说话 他的丹田就在这里 没有像我们这样 气沉丹田 头顶虚空 这样子 一个大周天 上到头发烧 下到脚底 都在掺云了 吸气一声 吸到脚底 脚底下有一条穴 叫雍犬穴 财如全涌的涌 涌泉穴 头顶上最高的这个穴 就叫百慧 也叫杏门 杏门是啥 就是烟囱的葱 有双音字 你不能叫葱门 我原来也叫葱门人说 不对吧 葱是葱 这叫幸 幸福的幸 念信 就是聪明的葱 聪明的葱没有耳朵 就是烟囱 过去的房子 英国人的房子有烟囱 很好看 是不是 叫杏门 这个地方吸气 一直吸到这个脚底下 你只要管把气吸下去 声音自己就出来了 不要考虑声音 你们不会唱歌的人 大部分是考虑声音的 没有考虑气 气动则生发 你不去考虑气气 把气要吸下去 只记得吸气吸气再吸气 吸气吸气 再吸气 要用什么办法吸气呢 打哈欠 打哈欠 闻香水 这就是一个 伸奶药 闻香水 这就叫吸气 伸奶药来试试看